在这次的里长联系汇报当中有两项重点 第一项重点就是有很多里长提出来说 如果说有5万块钱的基层事务费 但是超过1万块钱以上就得要开标 让里长很难做事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里长们在里内办自强活动 但是却要先缴钱入国库 也让里长觉得很有金钱压力 对此里长联营会的主席也特别提出来 希望这个市府能够听听基层的声音 现在各里正在公告自强活动 但有里长就不满 为何要里长致筹款先纳入国库 这不是让里长为钱发愁吗 我就是想通过去就说 这里已经有个现场了 不及格的主席也很高让 我一定要讲 我们都没有工作 还能够在哪里 我和我们一切东西还可以到脂子 我们有得or据 我们会让我们被车逐 沒有啊 因為理事局這條就是專門專用 你們有公佈說這幾世紀贏得多小 也沒有啊 對不對 台灣才美女都很麻煩 如果在白宮大宮開始說 國獨說自然英龍要投票之前挑戰的時候 你可以先來一個公文 讓公司選擺手續 現辦手續 採購程序 除了這筆錢讓里長心聲不滿政府做法外 另外理機費的諸多限制更是讓里長滿腹委屈 認為市府簡直讓第一線的里長做事 綁手綁腳 以前都是民主嘛 要怎麼做都可以 最近在這裡民主黨的獎牌 我們要公佈來了 心情這樣 現在所有創集的事情 農了一萬五年來 國獨可以處理了 超過一萬塊 讓我們再招標為我 給你招標了 那 坦白的公佈 佛文喔 你必須要尊重喔 一定要照我們那些人在訓練 那有這部那些採購法實施以後的話 事實說 白膠白手 我們也沒辦法處理了 所以 以前的時候 其實這個問題 以前也有反應過 以前我也告訴你 剛才說 不然很好啦 我就介意說 這是理基層工作經費 請民政局那邊 市府說 不受財國法的規定 你看 才有可能 過程中 雖然區長曾試圖與里長溝通 但仍舊交不息怒火 而里長聯誼會主席也表示 理基費不用到現在的確用途好像扁了掉 包括我們五萬五年 從五萬五年 從五萬五年 到今天 完全都變成了 我們以前五萬五年 現在立地自由去發揮 但現在應該限制的很多 剛才我們也有過程中 說過這個態勢 跟我們一個照理講的說 我們在開口的時候 比方更多 比方更多 五萬 再次 這是事實的態勢 八萬 再次 兩萬 再次 像我現在做一個態勢 跟我們辦公廟 一邊來 特別說 公廟我還會 才在那邊說 公廟你辦公廟 說到最後 主席表示 此事困擾基層已久 應該找個時間 與市府好好溝通 這個態勢 應該是民政局 民進黨來的 有的人要再做一個 今天 我們早上跟你說過 我 早上在我們西北市裡面 你打的一會的時候 所以 當中第二星期的 是 我會把這些案子 同志來 幫你賭錢 或許公所有時必須依法處理 才能避嫌 不要繞人口食 但站在里長的身份 卻是無法大展拳腳 而針對李基菲一事 主席懇請民意代表們 多聽聽基層聲音 並在議會中幫忙爭取 記者新莊採訪報導